浩瀚星空有一颗美丽的夏米星 有一天 夏米星国王对他的小王子说 小王子 你已被选为下一任国王 但是 必须先到地球学习各种安全知识 以被将来成为一个 有能力保护夏米星人的国王 于是 小王子乘坐飞船 向地球出发了 漫画星 毛病 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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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远镜 水壶 平板电脑 塞不进了 小米 你在做什么 我在收拾东西 Bosher他的父母明天要一起去野餐 说要带我一起去 野餐 什么来的 这是带好吃的东西去交外 一边吃东西 一边欣赏美丽的风景 听起来很好玩 那我也要收拾吗 为什么你要收拾 你又不能去 很好玩 我也要去 不行 你忘记你的任务了 你不用向你的夏米星国王报告 我要亲自去看看 然后才跟亚宝不保护报告 况且你都拿了平板电脑 我都不能上网查资料了 这个给你吧 明天你乖乖地待在家里 不要给我添麻烦了 可是我真的很想去 我不想待在家 不行 你每次都会做那些奇奇怪怪的动作 如果被其他人发现了 你是外星人 那就糟糕了 我哪里奇怪 我很正常 好了 我要睡了 明天一大早还要起床呢 如果我睡时了 Bosher不等我了 你回去你的储床试睡吧 彧宽 别伤害我 我会叫救命的 小米 你在玩什么 为什么要把被单盖在头上呢 原来是你 干吗扮妖怪吓我 吓死人了 妖怪 生来的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早起来 我整晚都不敢睡 因为我怕你不带我去野餐 所以我就一直站在这里 整晚没睡觉 那你现在快去睡觉 小米 求求你带我去吧 不然我可以驾飞船 跟着你们一起去的 我就是怕你闯祸才不让你去的 你现在要驾飞船去 不求害老板的父母才怪 好了 带你去了 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别乱说话 还有千万别让老板的爸爸妈妈知道 你是外星人 就说 你是我表哥从外国回来度假的 好吗 小米 下面性人是不说谎的 不听我的话就算了 我要去刷牙了 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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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去 我听你的话 麻烦的外星人 我也知道说谎是不对的 但是为了你的安全 这也是不得已的 最多只说一次谎话就这一次而已 老板已经在楼下等了 老板已经在楼下等了 我们看你妈咪还没有睡醒 快快下去吧 老板已经在楼下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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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 你为什么带小龙子来 你不是说谎不要带他来的吗 他学我 看他可怜 所以就带他来咯 就是他让人讲了怎么办 别担心了 我已经警告过他了 如果他乱说话就不要带他去了 你不担心小龙子 小龙子呢 小龙子不见了 小龙子 我在这里找我什么事 你 你为什么这么跑 我没有 要是让我爸爸妈妈知道 那就惨了 老板 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爸爸 等一下我们还在讨人东西 先上车吧 等一下再讨论 这个就是车子吗 老板有跟我说过 可是我没真正见过 是啊 这个是车子 可是为什么后面的牌子 会有几个数目字的 那个是车牌号码 每部车子都有的 你忘了刚才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我没有忘记 你叫我不要乱乱说话 可是你没说 不能问问题 小 小 小王 他叫小王是我的表哥 从外国来度假的 对 差点忘了 小王子 不 小王是从一个很偏僻的国家来的 是什么东西都没见过 什么国家 他从哪一个国家来 我一直忘了 小米 你忘记了 你表哥是从皮特凯恩群岛来的 皮特凯恩群岛 那是哪里来的 皮特凯恩群岛是位于太平洋 中南部的一个群岛来的 岛上人口只有四十多个人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来的 皮特凯恩群岛 好玩的吗 不要再问问题了 叔叔啊 我们不是要去野餐吗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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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小王 你吼得不舒服 不要再说话了 不然就把你留在家里 上车 快点 快点 好漂亮 快点 这里的池塘没有游泳池的味道 小米有鱼 真的有鱼 看来这是真的池塘 小王子 不可以 为什么 你没有看到高湿牌吗 不可游泳 这里的池塘跟夏米星的很像 我们都很喜欢跳进去游泳的 那你的衣服 试完了 怎么办 你有带衣服来换了 就算你带游泳一来也不可以 这边的水没有消毒过 而且又有很多细菌 是不是 是的 当然 在这种水池游泳很不安全的 说不定 水底有漩涡 会变吸入水底 不用担心 夏米星人 天生就很会游泳的 不行 水温也不稳定 上面的水日 下面的水冷 很容易抽筋的 你不是说过只要有大人在就可以吗 你爸爸妈妈有在 不行 我们还不知道水有多生 就算有大人在也不保证安全的 有没有这样危险的 我看电视界外国小孩都是在水池游泳的 那是电视节目 公园的池塘是给人观赏的 不是游泳的 你们想不想被人赶出去 你们想不想 那就玩些别的 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有带飞盘来 你们想不想玩 飞盘 好好啊 好 不要躲上面 不要躲下面 之前你要准备放一丢 准备摆吗 准备 夏米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开始丢了 小龙子接着 加油 小龙子 小龙子 真开心 没有想到地球有这么好玩的东西 还有更多更好玩的呢 有篮球 羽毛球 冰棒球 还有冰抓贼 跳绳和呼拉圈 那你们可以教我玩吗 可以 不过有一些游戏需要一些道具 比如说跳绳就需要一个长长的绳子 呼拉圈就需要一个用主做的圆圈 改次我就借给你玩 好吗 那夏米星的小孩有没有玩游戏的 有啊 夏米星人真要玩游戏了 我们都是天天玩开心玩 好羡慕 我们这里除了读书就是读书 一个星期才有一堂体育课 体育课很好玩的吗 体育课就是让我们玩各种游戏和各种运动 很好玩的 那为什么不要放学后继续留下玩呢 放学后都没有人陪我们玩 而且放学后还要去补习 累都累死了 哪里还有力气玩呢 补习是什么来的 补习 不想讲我最讨厌补习了 我也讨厌补习 可是对功课的确有帮助 讨厌就不要讲了吧 我们去玩飞班吧 走 好 夏米拿着 我们过去吧 小米快丢给我吧 丢给我 保持住 保持快丢给我 小米快点 你准备好了吗 小老子 看 我飞得多远 很厉害嘞 我也可以啊 那个小王子怎么这么久啊 你还好意思说 你丢那么大里还丢得那么远 要小王子自己一个人去捡 糟糕了 小王子 会不会迷路了 迷路 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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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小王子 你在哪里 小王子 你在哪里 小王子 老板 你去那边找找 我在这里找找 老板 老板 什么事 飞盘在这里 飞盘在这里 那么他跑得去哪里了 小王子 小王子 会不会给野狼吃了 让讲 这里哪里会有野狼 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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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小婢到处在找你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在干吗 你在干吗 什么回事 小王子 是不是有什么危险的 你们看 蜜蜂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继续玩吧 他叫蜜蜂 他在做什么 蜜蜂当然是采花蜜 我们继续玩吧 小蜜等等 老板 什么是采花蜜 这个叫花 它里面有种甜甜的东西叫花蜜 蜜蜂最喜欢吃花蜜了 他用长长的舌管来采花蜜 再变成很好喝的蜜糖 花蜜很好喝 我要试试 不是这样吃的 小王子以为自己是蜜蜂 选他们采花蜜 花蜜常在蜜线里 不是在花蜜上 而且不能让它吃 可能会有毒 小蜜 不能让人采花 我一直忘了 我是想给小王子看看 什么是花蜜 那这就是花蜜 上个星期的科学课 老师已经示范过了 对不对 老板 对 这就是花蜜 我要去修看 好香 好了好了 不要再看了 我们就去玩飞盘吧 走 走啦 我们就去玩飞盘了 可是我肚子有点饿了 对 那我们就先吃点东西吧 嗯 你们看 有蜜蜂窝 真的是蜜蜂窝 我们快点走 蜜蜂窝 好特别 好多蜜蜂窝 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爸爸说过 看到蜜蜂窝 我最好不要接近 快被蜜蜂叮 蜜蜂会叮人吗 蜜蜂这么小只而已 叮人会痛吗 你别看她小小只 她的尾巴有刺又有毒 被叮了会很痛 还会肿起来的 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你 你怎么了 我的手指被蜜蜂叮了 很痛 你 你 你没事吧 小蜜蜂窝 你要怎么办 我哪里知道 我要告诉你说干什么 我很辛苦 快点走 快走 快走 走吧 来 慢慢来 老板 发生什么事 老板的手指被蜜蜂叮了 很痛 妈咪 赶快拿点冰块过来 冰块是什么 能让老板的手指不痛的吗 冰块我没有见过 如果你被蜜蜂叮到的话 会红肿的 那你要拿点冰块敷在上面 那就不会那么痛了 老板 会不会是敏感 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 老板 你呼吸有困难吗 有没有不舒服 爸 很辛苦 那我们赶快收拾吧 立刻去医院 好 老板 你看医生了 医生从你手指头把蜜蜂刺取出来了 应该很痛吧 吃药了应该会很累 你先睡吧 拜拜 小米 老板的手指好了吗 医生从老板的手指头 把蜜蜂刺取出来了 没事了 小米 这里有写说 只要我们不招惹蜜蜂远离它 其实蜜蜂是不会惊人的 网上的东西不一定可靠 你看老板也没有招惹他们 可是也一样被钉了 这里还写说 只要被蜜蜂钉了 就一定要把刺取出来 然后用清水冲洗 其实蜜蜂的刺通常都是没有毒的 可是有些人的体质过敏 就会有胸闷 头晕 还有冒冷汗的症状 所以就一定要尽快看医生 和老板刚才的情况一样 应该是敏感了 这里还写说 如果在户外游玩的话 记得一定要带消毒水 或者是驱虫药水 哪里有人这么无聊 但这么多药水出门 我宁愿多带几包零食更好 还有 原来蜜蜂是以跳舞 来传达找到花蜜的讯息 你看 这种舞也被称为收获舞 蜜蜂也会跳舞 对啊 收获舞还分为小圆舞和白尾舞 真好玩 原来蜜蜂是跟虾米星人一样爱跳舞的 真受不了这个外星人 真受不了这个外星人 我最喜欢他们的派对了 今年有炒菇糖可以吃吗 当然 但是他们最棒的食物 他们竟然还加了炒菇酱 超好喝的 对了 说到昆虫 今天我在地球认识了一种 会飞的昆虫叫蜜蜂 蜜蜂 那它跟虾米星的昆虫有什么不同 很不一样 蜜蜂的食物是花蜜 它们是来自植物的花朵 那蜜蜂是怎样吃花蜜的呢 蜜蜂用它们长长的舌管 来伸入花朵的蜜线里 这个叫花 它里面有种甜甜的东西叫花蜜 蜜蜂最喜欢吃花蜜了 它用长长的舌管来采花蜜 那花蜜好喝吗 你有没有试过 我本来想要试 可是老板不让我试 花蜜很好喝 我要试试 不是这样试的 花蜜常在蜜线里 不是在花瓣上 而且不能乱吃 可能贵有毒 除了会飞 蜜蜂还有什么特点呢 有 它们会盯人 老板还被钉到 你怎么了 我的手指被蜜蜂钉了 很痛 蜜蜂喜欢钉咬人 不是 不是 如果不去招惹蜜蜂 它应该不会钉人的 那被钉咬了 怎么办 如果被钉了 就要把刺给取出来 然后用清水冲洗 其实蜜蜂的刺通常都是没有毒的 可是有些人的体质过敏 就会有胸闷 头晕或冒冷汗的症状 然后就要尽快去看医生 那蜜蜂是不是到处都看得见的 不是 通常在野外会比较常见 还有 如果在野外游玩时 最好要带消毒水或蛆虫药水 以防被钉 总之 要多加小心就是了 好了 你早点睡吧 明天继续加油 好 宝宝宝宝宝 晚安 再见 A B C D E F G 安全责任 You & Me 我会躺手 我能承载 火灾火 既不是玩具 边缘插座 小心使用 双手潮湿 不要触破 1 2 3 4 5 6 7 安全你是他第一 A B C D E F G 安全责任 You & Me 安全责任 You & Me 何要理论 在地下